这张照片是法国诗人和考古学家维克多谢格兰拍摄 地点是陕西省新平市南卫镇到长村西北茂林东约1000米处 时间是1914年 照片中反映的是西汉名将获去病的目的 他官至大司马 票骑将军 封冠君侯 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 凤狼居须更是成为他身上最耀眼的标签 即便是2000多后的今天 人们对他依旧充满敬仰 不可否认 照片中的获去病目的历经2000多年早已破败不堪 只剩下封土堆以及部分的难以搬动的时刻 但他所创造的功绩将万古流芳 大家看到的那块墓碑是清乾隆41年 1776年沈西巡抚碧原首书 游欣平之线顾身雷树立的 据统计 获去病目的现存的时刻共有16件 这里面可以辨识的有14件 包括怪人 怪兽吃羊 卧牛 人暴兽 卧猪 月马 马踏匈奴 卧马 卧虎 短口鱼 长口鱼 塔斧等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马踏匈奴 这张照片中墓碑前那个高大时刻就是马踏匈奴 目前已经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这件时刻长1.9米 高1.68米 是用灰白细砂石雕枣而成 使马昂首站立 伪长拖地 腹下雕刻的是一个匈奴人 这个匈奴人仰卧地上 左手握弓 右手执剑 双腿全躯 看起来非常狼狈 再仔细看 匈奴人惊慌失措 深思历劫 带着既不甘心就服 又无可奈何 可谓霸气凌云 相信看到这样的时刻 很多人会想到获去病的名言 匈奴未灭 无以家为也 袁硕六年 公元前一二三年 十七岁的获去病 被汉武帝任命为嫖遥校尉 跟随舅舅未卿出兵讨伐匈奴 西汉最耀眼的名将登场了 在首战中 获去病就大方一彩 率不杀敌2028人 斩杀匈奴禅于祖父若侯产 并俘虏虎侧父罗姑比 正是因为此战 获去病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 袁硕二年 前121年 19岁的获去病两次出击河西 分别向匈奴魂邪王 修徒王部发起进攻 奸敌4万多人 这又是获去病军侣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 匈奴人自此失去了河套地区 他们悲伤地唱道 使我麒连山 使我六处不凡西 使我燕之山 使我驾父无颜色 元寿四年前119年 21岁的获去病跟舅舅未卿各率5万大军 分别出定香河代郡 深入漠北 寻仙匈奴主力 获去病率军军深入漠北2000多里 与匈奴左贤王部交战 最终间敌70400人 还俘虏匈奴囤头王 韩王等三人 及将军 相国 当户 都尉等83人 随即获去病率部陈胜追杀至狼居须山 并在狼居须山举行了祭天风礼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封狼居须 成为后世历朝历代武将一身最高的追求 然而 获去病的一生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 戛然而止 元寿六年前117年 获去病去世 年仅24岁 虚岁 获去病死因沉迷 她的去世让汉武帝无比悲痛 并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后将她陪葬在自己的陵墓茂林旁 史书记载 天子道之 发属国悬甲 君臣自长安至茂林 为种象棋连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